大家好,我是阿雅,马上要过年了 今天我蒸了又轩又软的瘦桃馒头 首先三克酵母,用温水化开 用酵母水和面 蒸馒头的面水比例2比1就可以了 面团揉光就行,先不用发酵 我们直接做馒头 把面团分成大小合适的剂子 然后像揉馒头一样揉圆 大头朝上,搓成一个圆锥形 用刮板从底下到尖头压出来一道印 这样就是一个桃子的造型了 一点红麴粉,用清水化开 这个是米粉,不是色素 馒头上面扣个过滤网 用牙刷刷这个过滤网 然后上面就会溅上均匀的颜色了 然后用5克麦苗粉,加到面粉中搅匀 或者用菠菜汁和面 揉成一个小面团 分成和桃子一样多的面剂 搓成长条,擀薄 再做成两片树叶的形状 两头沾上点清水 把桃子放到上面就做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发酵了 桃子体积明显变大,就可以上锅蒸了 冷水上锅,水开后蒸20分钟 就熟了 咱们的瘦桃馒头就做好了 个个圆润饱满 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馅 过年可以在蒸一锅里面 包豆沙馅的瘦桃 你也喜欢就试试吧 拜拜